對澳洲的 這個發明的也是澳洲 它就是把所有的 我剛提到的這些 對男生有幫忙這些藥物 全部濃縮成一顆 等於就是有點 all in one這樣子一個概念 就一顆這樣子省得麻煩 就一天吃一顆 什麼都有 維碩C維碩E 這些抗氧化劑 Cocutens 全部加在裡面 總共有幾種抗氧化劑 再加上一些鐵 一些金屬 必要的金屬 比如鑫 或者是礦物質 對 我們看一下VC 哇 這個鑫可能要好好講一下 這個是我們看的就是 生蠔 這是食物裡面含有鑫的 在西方有個大青森叫做堂房 它每天睡前要吃100顆生蠔 才能夠睡覺 它是大青生蠔 那為什麼呢 這個生蠔裡面有很多的鑫 那鑫可以改善金子頭動力 這一定是確定 因為一般經營裡面就有鑫了 就是說你經營裡面去分析到有鑫 那 所有的食物裡面 生蠔是含鑫量最高的 好 鵝啊 生蠔這些都有 就是 你如果說本身 比方說你可能有痛風的病人 那你一天到晚吃生蠔 也不是 對健康不重要 因為吃太多會痛風 太多也不好 或者是說你每天吃生蠔其實成本也蠻高的 也很貴 那退而休息室 而且你每天吃生蠔 老實講你也不曉得 是不是每天都有生蠔可以買 那 退而休息室說那很簡單 那你就吃到 休息室去買新的定劑 通常現在的定劑都是新 它會在河邊 維他命C維他命E 就是把這些抗氧會加起來 所以 如果說你去 西餐廳吃Buffet 有生蠔你就多吃一些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痛風 千萬不要吃太多 那也是會造成痛風的 好 所以從這個生蠔當中也可以補充這個新蠔 對所以蠔這個 本來就在 不管是東方 我們的老祖宗 或者西方本來就給他很神秘的 神秘的意義 一來他真的有那個效果 二來為什麼他會給人家 一種很曖昧的 曖昧的形象 或者是說在寫小說也好 或者是為什麼 西方前生唐貓要吃他 因為 我們去研究發現說 生蠔或是蠔啊 他的外型跟男生的感染是有點類似 因為這種類似 就是我們常常我們中國老祖宗就是說 吃什麼補什麼 吃什麼鞭補什麼 一型補型這樣子 鞭當然就是補 補什麼 那生蠔就是 因為他的形狀跟男生的 外生的西瓜的膜不很像 所以 那個也剛好 陰錯陽草 它裡面的成分新 是可以改善精神活動力 所以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道食物 下一段VCR 那再來就是我們昨天 我們在上個月 1月11號提出來的 所謂的自然生死 也就是說你在排卵日的時候 那記得把手拉進去 伸進去應道器 拉那個子宮頸鮮 所以你吃了老半天 好 終於要派上用場了 那也千萬記得 要在排卵日當天 要算準那個排卵日 你不要月經前還在刑訪 或者是月經還沒有乾淨 就還在刑訪 那那個是沒有意義的 而且前面吃的這些都白吃了 對 所以我剛才介紹這老半天 所以你要派斷用場 精子要射出去 還是卵子要排出來 你精子要射出去找卵子 你總要卵子排出來 所以要找排卵日 那找排卵日 你如果說不想找醫師 也可以你在家裡自己DIY 就是說在排卵日附近 所以雙手洗乾淨 到陰道拿那種黏液 如果說10公分還不會斷掉 很具延展性 那就是排卵日了 就是這個黏液是有很黏稠 有延展性 那一拉就斷掉 那個還早 對 看一下在VCR 好 那這裡是有趣的面相 這個有一點點抽一指的 不過有些有趣 在我們的這裡面相 這個是我是趙本先生 這個 這是子孫宮 這裡聽說如果說有切點的話 比較沒有子孫器 那這眼袋的附近 這個叫做子孫宮 剛才那個是子孫宮 這個是子孫宮 還有人中 這是人中 人中越深越寬 好像聽說比較有紫 紫刺 那耳朵 還有指甲 指甲如果是它的寬跟 它的寬跟長是3比4是最好 但是如果說指甲太寬 聽說比較沒有後帶 所以這個是從指甲 從耳朵 耳朵如果說沒有這個 耳珠或耳垂 也聽說比較沒有後帶 沒有子孫眼 那這個叫子孫 指子孫孫的孫 這個子孫大概就是眼袋的附近 如果越飽滿的話 聽說比較有子孫 不過這個是 你可以當作過年有趣的面相 參考一下好玩的 我這個半吊子的算命先 在這過年 這個有點點好笑有點八卦 不過有點勁爆 提供大家茶餘飯後的笑話也可以 OK 大家其實